HELLO,大家好,我是Rang 我在一台Ducati上面 一台Panagalli V4S 2020款 之前有一台2018 V4出來是第一款 那這台是第二個Generation 暫時騎了沒多久 今天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是秋天的 蛤,蠻冷的 秋天才給我 之前有說到把那台Triumph Daytona Moto2 把它牽走 把這台牽到我的Garage I'm grateful to be on Panaagalli 跟大家報告一下的就是 我才發動五彩車可能六七分鐘 今天算是冷 我有穿那個Cevlar Jeans Boot 所以應該也穿所謂的Full Uniform 除了Leather Pants 以外 那我Jacket當然也都是穿著 我的Dainese 我的Boot 是GP Boots 那個SuperTag 2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我的意思想說 是騎車的Boot Full length 我想報告的是 它果然熱 我沒有騎過一台 騎了幾分鐘就會讓我覺得 欸 不熱 今天不熱啊 今天冷欸 今天起來的時候是幾度 我也沒有說停很多 都是50上下 那現在有點Chili 那當然好啊 我真的不知道 夏天的時候會怎麼樣 會不會覺得太熱咧 真的要到時候才知道 非常訊息 甚至於我第一代的V4S 如果大家有騎過Harley的話 你知道它有一個Distinctive的vibe 像是Vibration 所以喜歡啊 蠻喜歡的 我很喜歡那個 哇 就是就是 這台車 有它的vibe 它也是一直在vibrate at a certain frequency 我之前騎其他的Panagalli 跟其他的Ducati 也沒有這個Vibration 沒有這個Vibration 然後 然後,當我說vibration,我不是說它 Oh man, it's vibey 就是... Not in a bad sense of the term 所以它... 還蠻獨特的 那至於那個... vibration會不會讓你比較容易累啊 那個heat 會不會讓... the rider覺得 discomfort 那就不知道 要到時候才知道 要騎多一點才知道 這兩個是我最noticed的 挑出來的 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分享 好,那另外呢 想... 說的是... 呃... 這台Pentacalli V4S 的聲浪 很GP的Feel 之前 我的R1M是換了鞋子 發動的時候 Cold start的話 是有一點大聲 聲浪比較高 騎的時候 我也是用現在那個... 安全帽啊 同一個安全帽 就是比較安靜的X14 我覺得... Protection比較好 只是AGV 那些對我來講是比較... 比較大聲的 就是... 沒有擋到那麼多聲音的 我... noticed 第三個東西 not in a particular order 就是... 它聲浪很大 我帶的這個X14啊 我還想說... 想聽他的... 可能Galli V4的那個引擎的聲音 帶AGV 我覺得如果我帶AGV 現在就是... 會覺得... 更吵 對 那現在是還OK 但是覺得很明顯的... 大聲 比起任何我之前的... 車種 我的哈利也大聲 奇怪在於... 它是... conform to 所有北美的... regulation 那個聲浪是... 沒有超過 達標的 蠻strict的嘛 那種... regulation Anyway... 這幾個point 就是我... noticed到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好,那先這樣喔 以後... 再有什麼findings 再跟大家講 喜歡這個影片的 請COS comment,like and share Anyway 先這樣喔 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